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号又再度派出15架次的战斗机 自扰台湾 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说 前五角大厦对中国政策的官员唐安卓指出 解放军演习了五件行动 虽然不必然是意在拜登新政府 但是时机对北京有其意义 之后解放军连续两天大规模的派遣战机 骚扰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 昨天派了13架次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昨天声明表示 美方注意并且关切中国意图恫吓林邦罕有台湾的态势 要求中方节制 并且和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纽约时报报道 除了国务院声明之外 美国23号晚上也另外派遣了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进入南海 打击群指挥官韦瑞西莫少将表示 解放军自称是例行系列演习 而美国方面也是一样 韦瑞西莫表示 罗斯福号的打击群进入南海 是第七舰队岸表操客 确保海域航行自由跟盟邦培养关系 维持海上的安全 另外让打击群执行项目广泛的演习操练 韦瑞西莫表示自己在这一片海域航行了三十年 再次前来南海感觉很棒 可以执行例行的军演 提升南海自由 另外也让盟邦们安心 韦瑞西莫说 全球贸易有三分之二 取道于南海 这个海域非常重要 所以美国海军维持限中在南海 持续的提倡守规矩的海上秩序 视为关键 可以让世界都繁荣 国务院表示 美国将与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 促进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 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观 其中包括加深我们与民主台湾的联系 国务院还表示 美国将继续的协助台湾 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美方强调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并且会为维护台湾海峡 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做出贡献 另外 中共官方的环球时报近年说 中共军机活动是例行性的训练 间接否认了大批攻击 进入台湾的西南海域 跟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进入南海有关 环球时报引述不具名的专家说 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空域的训练 目的是彰显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心与能力 报道中并且引述了一名匿名的军事专家说 解放军在台海空域展开大规模演习 和美国航空母舰抵达南海 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双方是按照各自的训练计划展开的 在华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 一位白宫的官员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恢复 川普总统原先取消的新冠旅游禁令 对象是曾经到过巴西 爱尔兰 英国 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非美国公民 这位官员说 拜登也将对最近到过南非的旅客延长禁令 这项举措距离川普下台之前 所签署的行政命令 从明天开始取消对来自这些国家旅客的旅游禁令 只有一个礼拜 拜登的过渡团队当时就誓言 新政府不会取消禁令 当时还是准白宫新闻秘书的沙奇在推文里面表示 随着疫情正在恶化 世界各地出现更具有传染性的变种病毒 现在不是对国际旅行取消禁令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为了遏制新冠病毒 新的变异病毒的扩散 将禁止最近到访过南非的非美国公民入境 也将对最近到过巴西 英国 爱尔兰和欧洲 26国的外界旅客恢复入境的禁止令 前总统川普卸任之前 在本月18号 只是解除针对巴西和欧洲各国的入境限制 原定明天生效 不过拜登选及发布了公告说 撤销川普这一个决定 在纽约州以及乔治亚州 现在急着要向联邦政府 争取更多新冠病毒的疫苗之际 联邦疾病防止中心新任的主任 瓦伦斯基在昨天首度坦白说 联邦既有的新冠疫苗数量 不足以供应各州 白公务僚长克雷恩则说 川普前政府一直到卸任前一个月 仍然没有新冠疫苗配送的计划 瓦伦斯基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 说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疫苗 供给纽约等疫苗快用完的州 这是会持续到三月底的状况 我由衷的希望产量 以及规模大幅度提升 纽约州长葛默上周末 及时的呼吁 纽约疫苗存量说快要用光了 乔治亚州州长坎普 也呼吁增加疫苗的供应 拜登总统宇诺在就任100天之内 让1亿人接种疫苗 但是依照现行的速率 就算到年底都做不到 瓦伦斯基说我们要快点 我认为疫苗供应将在初期成为最大的限制因素 截至23号 每天接种疫苗的人数达到106万人 超过联邦政府所定的每天100万剂的目标 他说我们真的希望100天之后会有更多产量 不仅是第二剂的疫苗 而是包括了Johnson & Johnson 可以提早几个礼拜开始供货 也成为第四家供应新冠疫苗的厂商 当被问到拜登政府承袭 川普政府的疫情处置的计划的时候 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没有办法告知你州长和州公卫官员确切的疫苗数量 如果他们不清楚将会得到多少疫苗 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安排未来几个礼拜的接种计划 纽约州长葛默在昨天表示 全纽约州的疫苗库存已经分发完毕 已经有超过110万人接种第一针的新冠疫苗 两针接种完毕的人数大概将近14万人 占700万有资格接种民众的1% 葛默从生目前最大的挑战 仍然是疫苗供应短缺 但是联邦疾病防治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表示 联邦政府目前没有办法为纽约州 以及其他一些声称疫苗库存用光的州 来增加供应量 在疫苗开始出现短缺之下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 现在更新了他的医学指南 表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的人 如果无法在建议时间里面接种第二剂 那么最晚可以在第一剂接种六个礼拜以后 再打第二针 辉瑞跟德国生纪公司Biotech 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建议 间隔三个礼拜施打 莫德纳疫苗则建议间隔四个礼拜接种 第二剂新冠疫苗必须要尽可能 接近建议施打的时间 CDC更新指南表示 如果未能够及时接种 那么最晚在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 六个礼拜或者42天 要接种第二剂 CDC的发言人诺德·隆德表示 我们只是确保不一定要恪守 21天或者28天的规定 可以有弹性 CDC修正指南 以化解隔阂与误会 拜登总统将遏止疫情恶化 作为他施政的药物 而整个团队加速配送疫苗和防护设备 但是官员们坦白说 防疫目标 陈拜跟国会是不是能够通过拜登版本的 1.9兆元的新冠纾困法案息息相关 拜登就任前几天 州的官员批评联邦疫苗被发不同调 少数州长甚至于分别向联邦去购买疫苗 纽约州长葛默在上个礼拜就写信给 辉瑞执行长要求直接向药厂采购疫苗 葛默表示 纽约面临疫苗接种的隔阂 而川普前政府打开泄洪杂 却无法供给疫苗 造成了混乱 挫折和错误的希望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表示 政府已经配送了超过4100万剂疫苗 但是只有1700多万人接种 第一波传染 在节日之后并没有浮现 七天的平均新增病例减少之处 包括有德州 加州 佛罗里达跟纽约 纽约市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在盘上高峰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全纽约有54个邮政编码涵盖的社区 新冠肺炎阳性率超过了10% 其中布鲁伦南区疫情最严重 据专专业人士说 如此高的感染率显示 病毒传播的速度已经大大增加 根据卫生局所公布最新的数据 全纽约市的新冠确诊率还在进一步的攀升 其中游边11235的阳头湾 马哈顿海滩等这些区域确诊率是全纽约第一 高达16.47% 与其相邻的游边1124的康地岛区域 确诊率也高达14.06% 而黄后区游边11419的李清蒙秋 欧松公园阳性率也达到16.33% 全纽约市排名第二 另外包括法拉盛的游边11355 阳性率13.9% 全纽约排名第四 在此前一度达到阳性率全市第一的日落公园游边 11220地区 疫情有一定的好转 但是阳性率仍然在13.39% 全纽约排名第九 另外一个华人基居的班森赫斯特 阳性率也跟日落公园一样 而其他游边区域的疫情都在进一步攀升 全市一共有54个游边所在的区域 阳性率都超过百分之十 在华府 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天就雄心勃勃提出了全面移民改革方案 将为美国境内1100万无证移民提供取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但是上任还不到一个礼拜 这个全面移民法案不仅就已经被共和党人视自为是糟糕的开始 连民主党人也同意任务艰巨 领导拜登移民法案立法的参议院下一任司法委员会主席德斌指出 民主党将以通过全面移民法案为目标 那是最后协调出来的法案 有可能会是一个范围比较缩小 开始于为梦想生创造公民身份的途径的法案 拜登提出全面移民法案 希望为农工和梦想生年轻移民提供加速成为公民的途径 并且改变合法移民难民和庇护制度 这个提案跟过去曾经有过的泽中法案不同 缺乏共和党人要求提高边境安全或者威慑力的对策 有些民主党人坦诚 即便是法案出了中议院 很可能在参议院也遭到共和党的反对 目前参议院两党席位50比50 但是大多数的立法都需要60票才能够过关 拜登总统一上任 另外一个大手笔就是提高提出高达一兆九千亿元的疫情纾困计划 但是也因为可能会冲击国库 参议院民主党所依赖的主要温和派 共和党议员并不惹衷 甚至于表示要再发给每个人1400元纾困款 可能会耗时好几个月 或者根本不会到位 参议院民主党需要说服十位温和派共和党员参议员倒戈 才能够通过拜登法案的门槛 或者巧妙地运用意识的调动 而绕过60票的门槛 但是拜登团队显然已经准备好积极地 让国会采取行动与前政府被动的态度迥异 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报道 拜登这项纾困法案包括有4000亿元配发疫苗 和重启学校的经费 新一颇1400元的纾困补助 每个礼拜400元失业补助 250亿元儿童造户或者是健康补助 拜登总统的白宫首席经济幕僚 在昨天和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议员 针对规模1.9兆元最新一波疫情经济纾困计划 交换了意见 会中获得共识是第一优先要务 就是要新冠疫苗的制造跟迅速的配发 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迪斯 先前就曾经表示 将和两党的参议员举行电话会议 推动拜登政府提出的大规模纾困方案 一位参加了昨天电话会议的迪斯助理透露说 讨论内容非常踊跃 而双方也同意要继续的合作 据彭博咨询社报道 与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 要求迪斯为规模1.9兆美元的纾困方案提供正当的理由 参议员金儿说 我们的部分诉求就是要看到更多数据 你从哪里得到这一个纾困的规模 它指的是纾困方案各项组成的潜在的花费和成本 另外在华府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立刻大幅度整顿人士 开除了国际媒体署中由川普所指派的人员 并在昨天任命了三位联邦资助的国际广播媒体负责人 台湾出身的赵克璐 获得拜登任命为国际媒体署的代理执行长 他一上任之后就辞退了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以及中东广播网络等机构的主管 这些人上任只有一个月 赵克璐接着宣布新的人事变动 这波新的人事当中 戴希·辛德拉将接替丽萍 在任命正式总裁之前担任自由欧洲电台的代理总裁 方北将重新出任自由亚洲电台总裁 接替叶旺辉 凯利·苏里文接替维多利亚·科兹 担任中东广播网络的代理总裁 赵克璐表示 我对这些领导人很有信心 相信他们能够确保独立客观和专业的新闻工作 维持最高的标准 每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在去年完成了 最后的报告虽然还在整理 政府统计学家已经从初步的资料 亏之近年以来的趋势就是人口再老化 也更多元化 移动性不像以前那么强了 首先专家们发现 二战之后人口爆炸成长的趋势早已经过去 2019年7月到2020年的7月 美国人口增加只有0.35% 这是1900年开始记录人口年增长率以来 增幅最小的一年 在过去十年的趋势 则是经济大衰退的后续效应 出生率巨降 人口增长最大来源是新移民 经过川普政府的强硬压制大幅度减少 而另外 战后的婴儿潮进入凋零离世的阶段 布鲁金斯研究院统计专家福瑞说 2010年代可以说是出生较少 死亡较多而移民不平均的十年 统计显示 这十年当中55岁以上人口增加27% 其他年龄群只增加1.3% 而这个趋势可能还要延续下去 到了2060年 美国人口将增加到4亿400万 如果移民人数还像前几年一样 那么只会增加到3亿7600万 关于前总统川普 是不是会特赦他自己的消息 这一直被人所猜测 最近川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透露 川普或者可能在他任期之内 已经秘密的赦免了他自己和子女 英国独立报在今天最新的报道消息说 川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爆料说 这位前总统可能已经在任期之内 秘密赦免了自己跟子女 科恩还表示如果川普被起诉 他将公开这一次的赦免 另外据路德社报道 白宫顾问在此前表示 川普曾经私下里跟顾问们讨论 是否要采取特别措施来宣布赦免自己 不过白宫官员提醒他不宜那么做 因为自我赦免反而会使他有不打自招之嫌 据纽约时报在此前的报道说 川普考量预先赦免他的三个成年子女 女婿库西娜和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以免他们在拜登上任之后遭到报复 报道曾经援引两名匿名的信员说 从去年11月3号大选日以来 川普就多次向顾问们表示要赦免他自己 同时询问是否应该这样做 以及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纽约时报说 在之前没有总统赦免过自己 所以这一项预先自我宽恕的合法性 也从来没有被司法制度检验过 报道说法学专家们对于法院是否认可此举 持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他们都认为总统自我赦免 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危险的反例 使得总统可以单方面宣布 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 并且是自己免于因为认知期间所犯罪行而被追责 在波斯顿哈佛大学的本科生 在本科生院宣布说 今年的招生超过了57000名学生申请哈佛本科生院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迫使招生办公室把录取通知发布日期 推迟约一个礼拜 根据哈佛学生报道说 哈佛2025届招生收到的申请 要比去年40248名学生申请人多了42% 哈佛招生办公室通知申请者 由于申请的人过多 录取决定发布日期推迟到4月6号 哈佛去年是在3月26号发布 2024年的那一届录取的通知 哈佛学院发言人说 招生人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彻底审查 所有的申请人 确保录取决定审慎而全面 今年哈佛大学有747人被提前录取 本届提前申请人数也创下记录 提前录取率7.4% 这是该校开放提前录取来新低 哈佛将大约80%的提前申请者 放入到常规录取的周期 在拜登总统就任仅仅只有几天时间 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的数据 却显示美国从2019冠状病毒疾病爆发以来 到目前已经累计通报超过了2500万例的确诊病例 而且有超过41万人染疫死亡 从绝对数量来看 目前美国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数 仍然是全世界各国最多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今天的疫情数据指出 人口数大约是美国四倍的印度 迄今累计通报超过1060万起确诊病例 是世界各国的第二多 美国在2020年1月通报第一期确诊病例以后 到4月底确诊总数才突破100万例 但是从那以后 确诊的病例数就几乎呈现指数性的成长 拜登总统已经宣布 他希望自己救人100天内 让1亿的美国人民能够接种疫苗 他必须呼吁美国民众戴上口罩100天 纽约教师联合工会主席穆格鲁 在日前发表声明说 纽约市目前在公立学校的新冠病毒检测量 仍然太少 照目前的情况 没有办法让初中和高中生复课 他表示市政府处理当下的公立学校 随机检测和病例追踪的工作 已经捉襟见走 根本没有准备好重新开放更多学校的防疫工作 全纽约的公立学校全年11月 因为疫情反弹 曾经暂时停止实体课三个礼拜 随后教育局宣布 重新开放幼儿园到五年级学校 以及第75学区的学校 有不少学校能够提供每周五天的实体课 为确保防疫的安全 原教育局同意每周对全纽约市的850所 复课公立学校早教中心 20%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随机检测 检测阳性者将被居家隔离 教室和教学大楼都可能被最长被关闭10天 不过全纽约的初中高中公立学校仍然没有恢复实体课 全员处于线上教学 穆格鲁在声明里面暗示 如果市政府没有办法增加检测的能力 那么初高中将无法在本学年复课 教室联合公会主席穆格鲁说 纽约市目前在全校的公立学校新冠病毒检测量仍然太少 而照目前的情况显示 纽约市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继续的观察 并且确认在纽约初中高中 什么时候复课才是最佳的时机 另外纽约市长白思豪 以及市教育局总监卡兰杂 去年曾经多次表示 将会尽快地把初高中学生复课的计划提上日程 一月就要重新回到校园 但如今眼看一月马上过去了 在最近一场线上会议中 卡兰杂被多次咨询到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返校的日期 然而他仍然给不出确切的答案 自表示年龄校长的学生适合于远程学习 而且高中学生是所有年龄段里面最不愿意回到学校群的 回到学校去学习的群体 大卫问到这些学生是否会在今年重新回到校园 卡兰杂回应说 我的预测起不到任何作用 主要还是会根据未来的医疗环境而定 而除了卡兰杂所做的这一个声明之外 事实上教室联合工会主席穆格鲁也在另外一个声明里面指出 纽约市由于检测不足 所以公立学校特别是初中和高中学生要想回到教室里面复课 恐怕还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新泽西州疫苗接种的进度落后在临近的宾州跟纽约州 州政府归咎这是联邦疫苗供给不足 州长莫菲则表示他希望在医疗拒破教生公司的新疫苗 被称之为是破局者 也是新泽西州既往于将来的 跟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不同的是 教生疫苗只需要接种医疾 而且不需要超低温保存 预料将大大加快全美国疫苗普及的进度 莫菲州长说 一旦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 那么 教生疫苗将可以打破目前的疫苗供应者的供应的窘境 新泽西罗克斯大学生物医药与健康科学院教育长 卡尔森他认为 一旦教生证明他和其他的疫苗一样有效 那么将对全美国乃至于全球公共健康 产生深远的影响 辉瑞和莫德纳都获得了授权疫苗有效率是94% 而教生分公司临床试验结果有望在本月底前公布 根据教生疫苗初步一期和二期研究的结果 疫苗的安全应该是在90%受体 29天之内产生抗体 该公司已经承诺今年底之前向美国政府提供一亿剂的疫苗 另外新泽西州的疫苗分配缓慢 预约秒无音讯 有很多的居民开始寻求在灵州接种疫苗 在纽约市跟在宾州的卫生部门都说 如果新泽西州的居民符合一定条件的话 那么是可以有资格在他们的区域里面接种 纽约卫生厅发言人说 最近说到很多人询问 如果在纽约工作是不是能够接种疫苗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网站 如果属于任何一种类别 毕竟在纽约市工作 则有资格在这些地区的接种 包括类别里面65岁以上的人群 教师 学校职员 大学讲师和儿童保育员 整教人员 急救人员 以及公共交通工作者 面向公众的杂货店工作人员 无家客观者 和其他团体环境中工作与生活者 根据卫生局的统计 在纽约市接种疫苗的人当中 有大约28%是不住在纽约的 其中7% 事实上他们居住在新泽西州 在纽约州的议会 为了挽救小商家 疫情期间受到重创的经济 州参议会在日前通过了一系列 支持小商业的法案 其中包括限制第三方外卖平台 向餐厅收取费用 斗结失业保险金 以及禁止在疫情期间 逼迁小商家 或强制拍卖他们的物业 纽约州参议员刘春毅表示 餐厅和小商家 以及他们的员工 是纽约州经济的中心 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意 对全州的经济复苏 自观重要 他说 我们将继续帮助商家恢复经济 让全州经济恢复正常 纽约州参议员斯坦文斯基 正表示 小商家和餐厅在疫情期间 经济受到重创 而一系列小商业法案 将会帮助小商家度过难关 让社区经济早日恢复繁荣 他也提醒 虽然疫苗已经在分发当中 但是商民商民 仍然应该警惕疫情的传播 避免疫情再度破坏经济 纽约州参议会 通过的一系列保护小商业法案 包括了州参议员卡瓦诺 所提出的限制第三方外卖平台 向餐厅收费的法案 裴索德提出的 冻结失业保险上涨一年的法案 以及卡普兰提出的 禁止在疫情期间 逼迁小商家与强制拍卖物业的法案 另外根据纽约州劳工厅发布的最新行业就业调查数据 纽约市的餐饮业失去了14万07百个工作纲位 下降了43% 餐饮业者呼吁总统拜登 以及国会通过餐饮业法案 来通过刺激的方案 来帮助餐饮业者 从疫情带来的冲击当中恢复 纽约市服务业联盟执行总监瑞吉表示 餐饮业对于纽约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自观重要 餐饮业的失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的水平 在过去一年当中 餐饮业失去了14万07百个工作纲位 下降43%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全面服务型餐厅工作纲位 减少了55% 除此之外 在2020年11月到12月期间 全面服务型餐厅又失去了 1.17万个工作纲位 瑞吉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 归咎于更多的餐馆永久关闭 在纽约市政府 现在准备要在纽约布鲁伦布莱敦海滩 修建一所 有170张床位的游民收容所 这个计划遭到当地的民众和民选官员强烈反对 有些民众甚至于表示不排除聘请律师 跟市政府的新庇护所计划 做出斗争 据指出 市府准备在布莱顿海滩的海王新大道100号 修建一间游民庇护所 并且预计在今年底投入使用 这是市长白思豪大力修建 并将在年底前完工的90个社区收容所之一 白思豪说 这是要解决纽约市越来越严重的游民问题 这个消息传来却让当地的民众炸开了锅 最近代表当地的布鲁伦第13社区委员会 在线上举行了一个公开会议 吸引到450人参加 有些愤怒的民众在会上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最终导致十多个人批出了会议 还有数十人因为对游民发表仇恨言论而被禁音 与会的民众普遍担心市府将修建庇护所的场地 在多年作为车库以及汽车修理厂以后 很可能会存在着污染问题 另外大家还对庇护所的服务提供商 Core Service Group提出质疑 说这一家总部在布鲁伦的非盈利组织 2019年爆出300多起违规的事件 去年11月 该机构在管理的庇护所跟酒店等17个地点 又发生六十件公开的违规 而且其中大多数违规是由市政府楼宇局所发布的 据指出只有一位与会者支持这个庇护所的计划 但是大多数人则是谴责庇护所带来的潜在犯罪行为 并且担心里面的居民会在附近游荡 给当地带来治安的问题 在纽约为了解决摊贩的牌照 非法租用 减轻以移民为主的街头饭数车业组的负担 由纽约市议员陈倩文 晚齐家在前年2018年提案增加发放街头摊贩 车辆经营牌照的提案 目前已经获得30位市议员的支持 而其中也包括了市议会议长张成 据了解纽约市议会消费者事务局委员会 将在本周进行投票 28号交由全会来表决 最终有望可以通过 纽约市曾经在1979年和1983年 两次对街头摊贩牌照的数量进行限制 虽然目前市政府对街头书摊和老兵开设的街头摊位 牌照数量不做限制 但是食品售卖车的牌照上限只有3000个 在增多周少的情况下 现有的牌照拥有着垄断牌照使用 想要经营街头贩售车生意的业者 只能够向那些拥有者非法租用 据了解即使是租用牌照不合法 但是因为黑市规模太大 已经有一些法不择重 摊贩牌照租金每个年可以高达 一万五千元到三万元 估计目前有70%到80%的牌照被非法的注用 今天节目最后要为您报道 这是在纽约布鲁伦所发生的正统犹太仪市区 再度传出在当地举行的一个盛大婚礼 尽管据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现场视频显示 上万人没有戴口罩的宾客 拥挤在活动现场欢歌笑语 但是执法部门仍然说 这个婚礼并没有违反防疫的规定 这场盛大的婚礼是正统犹太人大拉比 为了庆祝18岁的小儿子成婚而举行的 婚礼的现场位于纽约布鲁伦第15大道 跟47间的犹太教堂 上万名宾客先是在教堂停车场参加婚礼仪式 然后再进入教堂里面宰个宰物 根据发布在社交媒体的视频 宾客们肩并肩站在室内 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大部分人都没有戴口罩 纽约市财政局法警处处长博西多表示 纽约市警局事前已经收到了这一场婚礼活动的通知 当天也从室外监视到这个场内的活动 但是认为根据目前评估 该活动符合政府颁发的活动准则 但是当天在婚礼现场外面监视的一名 执法人员则说停车场围栏围上了防布水 导致难以看清楚婚礼现场的情况 而社区活动人士也表示 虽然没有参加当天庆祝活动 然而在推特上面他们发布婚礼的现场视频 并且评论说我一直喜欢看这些愉快的婚礼现场 但是不希望在如此危险的疫情的情况之下 以上是今天从纽约看天下新闻节目 所为您报道的重要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跟你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